我们这一讲的题目是张艾玲的爱情小说 张艾玲可能她的作品大家可能都看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张艾玲的地位从八十年代突然窜升起来 你们知道美国有一个文学史家 夏志清写了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边鲁迅她只用了四十页 张艾玲用了六十二页 比鲁迅还多得多 最近张艾玲的作品先是在台湾 之后在香港之后在中国大陆 用现在的话来说火的一堂糊涂 你们可能熟悉的 比如说三毛根据张艾玲和湖南城的爱情故事 改编的那个电影 滚滚红尘 一下子拿下了金马奖 有七项这个奖 只有三毛这个自己的编剧没有得奖 她一气愤病了 病了以后自杀了 那个你们还要熟悉的也许就是红玫瑰与白玫瑰 这个也拍成了电影 也得了很多奖 所以张艾玲肯定你们不会太陌生 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 不会太陌生 那个张艾玲啊 小说吸引人的地方 最表面的吸引人的地方 当然是言情的 吸爱情 又恰好是呢 我们中国的作家呢 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 不太会吸爱情 你看王硕写的乱七八糟的 也不像法国小说 也不像英国小说 那个也不像心理小说 也不像纪实小说 张艾玲呢 确实是填补了这个空白 所以她写了一个丰富的 中国人的爱情的世界 爱情的世界 所以我们就选这么一个题目 就是因为当代中国作家 在我看来不太会写爱情 而张艾玲又太会写爱情 从表面上看起码是这样 所以选一个题目 张艾玲的爱情小说 几乎张艾玲的小说 都是跟爱情有关的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张艾玲这个人 他其实生的比较晚 1921年出生在上海 活了70岁 1989年的时候 他在美国洛杉矶 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被一个拉丁美洲的年轻人 骑着摩托车创了一下 创骨折了 恢复得很好 但是1992年的这个去世了 在洛杉矶在美国洛杉矶去世 悄悄去世 1921年 张艾玲生于上海 他出生在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当中 他出生的时候 当然这个家族已经败落了 虽然败落 但是受死骆驼 必马大 因为他的家族实在太显赫 赛领当然姓张了 他的爷爷是晚清著名的改革家 这个以清流派著称张佩伦 是河北风润人 跟晚清的另外一个风疆大吏 张之洞 是同乡 张佩伦呢 这个是同治时代的近视 在朝廷里做官 一直做到督察院的监察御史 相当于什么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非常在同治同光年间 积极主战 积极主战 主张对国外用兵 那么 首先他主张在越南对法国用兵 所以你们学中国近代史 可能就知道知能关大节 这个事情就是张佩伦积极主张 朝廷在法国用兵 在越南用兵跟法国作战 这一仗是晚清打比较少的 对西方作战胜利的一仗 所以张佩伦就很受重视 他在朝廷里的对头是谁呢 是李鸿章 李鸿章是认为中国是绝对打不过西方 所以李鸿章最恨的就是张佩伦 因为张佩伦这个人很能讲 这个言辞滔滔雄战 中法战争胜利之后 这个 清朝在福建遇到了问题 福建呢 有一支中国最早的海军部队 就是我们今天的南海舰队的前身 当时叫南洋水师 南洋水师的力量非常强大 因为中国的海军都是从福建人出来出身的 你们看这个甲午海战里的那些主要的这个舰长 都是福建人 冰心 我们现代文学非常著名的作家 冰心 福建人 他的父亲就是南洋水师的一个管带 后来也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 所以冰心老人的父亲是甲午战争从游回来的 就是船打沉了游回来的 那个他也是那个海军的女儿 因此中国的海军绝大多数是福建人 中国最强大的一支舰队 就是南洋舰队 原来就停泊在福建的马尾港 这个福建为什么出事呢 是因为一个法国的军舰队 在中法越南战争结束之后 要求到进入福建马尾港 进行友好访问 你们现在也知道这个世界的海军 经常友好访问 我们国家的那个也有的时候开放香港 让美国第七舰队到香港来补给 那么这个法国舰队 进马尾港访问 这个事情应不应该进 任不应该让他来 最后朝廷不敢得罪法国人说让他来 但是要密切注意 他来了之后的动向 于是就派这个特别能干的张佩伦 到这个马尾 到福建去做都军 结果张佩伦一生的这个命运的转折 就是出现在福建 这个法国舰队进了马尾港之后 住了十几天都相安无事 最后等这个潮头变了 在那个潮里边的那个潮头呢 朝这个岸边的这个潮头落下去 海边的潮头仗起来的时候 这个这个中国舰队和法国舰队的形势是 法国舰队在高处 中国南洋舰队在低处 突然这个法国舰队向中国的那个南洋舰队发起进攻 从高处往低处打 那么一下子就把中国最精卫的这个海军部队 南洋水师完全大沉在马尾港里 张佩伦当时还在睡觉 结果是一勿了军机 一下子这个出了大事 结果这是1884年 你们知道叫中中法马江海战 你们如果到福建去去看那个福州的这个海军纪念馆 他就是在马尾旁边 就是中法马江海战 中法马江海战彻底打掉了中国的这个南洋水师 张佩伦因此被隔着查办 放出去冲军 1888年 才放回来 放回来就没有光做了 怎么办呢 他都对头李鸿章 李鸿章人和了不起 一谋家 李鸿章的就把这个张佩伦纳入他的幕僚 因为张佩伦这个人是能言善辩 人非常耿直 很别扭的一个人 很有性格 把他纳入自己的幕僚 纳入幕僚之后 李鸿章还把自己的女儿 因为张佩伦这个犯了错误 从军发配 他夫人一级 气死了 那么 李鸿章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张佩伦 那么张佩伦后来有了儿子 儿子又娶了南京的都军 姓黄 黄家的小姐 黄家的小姐和张佩伦的儿子 在一九二一年生下一个天才的女儿 这个女儿取名 一开始起名叫张英 张英 生下来 生去豪门 豪门巨主 生下来抓周 笔呀 墨呀 算盘 什么都摆在那里 这个女孩生下来以后 这个过百岁 盘子里什么东西都有 什么都不抓 伸手就抓一个金元宝 这个张英就是后来的张爱玲 张爱玲是她上中学的时候 她的母亲随便当时起名 她只有一个英文名 中文名叫张英 一个英文名叫Alan Zhang 那么她母亲说一定要一个中文名 她母亲就给她起了一个 张爱玲说 巨俗的名字 这个Alan Zhang 于是就张爱玲 就是我们后来的这个张爱玲 张爱玲生在上海 那么她是张佩伦的孙女 是李鸿章的从外孙女 从外孙女 所以她生于显赫之家 也就养成了张爱玲的一个毛病和性格 张爱玲说 她从小就是一个天才 她第一篇投稿的文章叫 我的天才梦 说我是一个天才 所有的人都说我是天才 张爱玲的确是天才 她九岁就给这个一个叫中英晚报 一个报纸投稿 投稿是一幅漫画 头绪就采用了 得了五块大洋的稿费 她的家人就说那个很聪明 那应该买些纸买些本买些笔 张爱玲就不停自己去买了一个豆蔻 一个口红 九岁就抹胭脂 从小就是一个天才 别人都说我是一个天才 她说但是我这个天才呢 什么都不会 我要学会了 好不容易才学会了补袜子 学了好长时间采取 对于人间的事情都不懂 而且不知道怎么跟人搞关系 所以张爱玲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毛病 她一个什么毛病呢 她有性格 她约你几点钟见面 那么你早来了十分钟 你敲门 即便是张爱玲亲自开门 她也一定告诉你 你来早了 张爱玲小姐现在正在会客 你等一会儿 如果你来晚了十分钟 那么还是张爱玲开门说 你来的太晚了 张爱玲小姐已经出去了 所以不会给人打交道 她说 所以我遇到世界上的这些人世间的繁琐的事情啊 就好像看到了那个狮子 我的一生呢 是华丽的一个袍子 上面爬满了狮子 张爱玲的这个 那么她两岁之后 他们举家就从上海迁到了天津 你们知道 李鸿章啊 北洋大臣 北洋这个总部 就是在天津和宝令以来 所以他们家的家产 主要是在 天津和上海 那么她六岁就到了天津 张爱玲六岁到了天津 二岁两岁到了天津 居家到了天津 在天津期间呢 张爱玲 生活得很不幸福 因为她的父亲和母亲呢 性格非常的不合 非常不合 那么也住到 在天津 大概住到了九岁 全家又回到了上海 这个时候 她的母亲呢 和她的姑姑 和她的姑姑 就一起到法国去留学 学习绘画 那个张爱玲就落到她父亲的手掌里去了 那个她的父亲呢 除了会这个看一些这个掌握 肚子里大概有一系列的故事 有几个姨太太 除此之外呢 就是每天在家里过着这个遗少的生活 那个张爱玲 在那个时候九岁开始投稿 写了这个画了一幅漫画 那么也就在那个时候呢 她自己开始写一个小说 写一个长篇小说 叫摩登红楼梦 也就是十岁左右 写成了 这个文笔和每一个章节完全可以乱真 就是你看这个章节文笔 简直就是曹与琴写的 故事很有意思 故事就是说 秦川和智能两个人呢 实行自由恋爱 两个人就跑到杭州去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可是衣食不着 终于呢到贾母领着贾宝玉林黛玉 到杭州西湖上去观看水上运动会 吃冰淇淋 这个时候就发现了这个生活 窘迫的智能秦川 这么一个故事 一时在她的亲戚当中就传为笑谈 她的父亲就说 大家都说 这就能写红楼梦了 这小孩 那在16岁的时候 张爱玲的母亲呢 从法国回来 法国回来之后呢 她的母亲已经变成了一个 深受法国化影响的人 这个时候她就想把张爱玲 培养成一个看这个西方爱情小说 看了之后 在这个小说里加一朵枯萎的红玫瑰 之后就是看了这个小说流泪啊 弹钢琴啊 培养女儿这样 所以张爱玲跟她母亲住了 大约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是完全觉得她母亲这样的生活 非常有意思 那个 那个时候她就抱定了一个志愿 张爱玲说 我一生的理想 一直都没有变 这个理想就是我要六岁就要出S头 当时那个S头是最摩登的 十岁就要穿高跟鞋 十六岁就要吃粽子汤圆 这些难以消化的东西 其实她抱着有这么一个理想 她父亲呢 一直不希望她这个女儿将成为什么呢 后来她母亲回来以后 这个女儿很聪明 就是有点傻 那个傻呵呵的听着这个 她母亲和她姑姑谈这个法国的事情 她在一个狼皮褥子上笑得打广 这个孩子好像很聪明 但是就有点傻 那么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她在跟她母亲住了半年多 不到一年 那么她父亲和母亲呢 就实在这个过不下去 那个她父亲和母亲就离婚了 离婚了张爱玲呢 一开始被断给她的父亲 断给她的父亲之后 因为她要上学 她的父亲就征询她的姨太太 也就是张爱玲的继母的意见 她继母呢 很烦她 说上什么学 这个姑娘都是赔钱货 早早准备嫁出去吧 张爱玲呢就顶嘴 就是跟她这个继母顶嘴 那继母上来就打她 张爱玲反抗了一下 大概把她继母那个推倒在地 这个于是惹了大陆 她的这个父亲呢 就把她关起来 不给她吃不给她喝 有病也不给她看 一下子关了她好几天 张爱玲这个反抗精神就表现出来 她就买通了她家里的佣人 逃跑 跑到她母亲那里去 那个她母亲那么 她就跟她母亲在一块生活了 生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她母亲发现她非常非常的有才能 那么张爱玲在这个时候 就投考了这个英国伦敦大学 她的确是一个念书的材料 虽然不会这个补袜子 虽然别的都不会 人世间生活 待人接物啊 什么都不懂 她母亲说她是一个 这个傻妈 可是 她念书确实有才能 投考英国伦敦大学 一下子就考中了奖学金 英国伦敦大学当时对于中国学生 亚洲学生 必须先到香港去念预科 于是张爱玲呢 就到了香港 香港的中文大学 到那里去念这个预科 在香港 从上海到了香港 是张爱玲这个人 一辈子第一次离开了家庭 离开了这个不平凡的家庭 也就是离开了李鸿章 张佩伦家 中国第一家族 晚清中国第一家族 又离开了她的母亲 那个法国小资的环境 第一次闯到了香港去 闯到了香港去 在香港认识了一堆同学 认识了一堆同学 其中就有她后来的好朋友 这个好朋友是个印度的女孩 长得又矮又胖 这个张爱玲的女朋友 没有一个长得比她漂亮的 那个 都是比她难看的 所以 这个印度的姑娘叫发地马 张爱玲给她取了一个名字 叫颜英 后来成为她非常好的朋友 常常到香港去 张爱玲赶上了大时光 赶上了大时光 首先 她离开了家庭 独立接触世界 看了什么都是新鲜的 所以张爱玲的那个眼光 看到那个奇怪的香港的世界 看到香港的世界 后来就成为她小说 爱情小说的主要的那个素材的来源 而且在香港 那张爱玲又赶上了一个大时代 就是太平原战争爆发 改变了张爱玲的命运 第一 太平原战争爆发之后 她就没有办法 香港被围城了 英国在打仗 她就没有办法到 英国香港中文大学 就英国的伦敦大学 再去领她那付奖学金了 打仗了 没钱了 有点像今天的美国 是吧 就是过去 那个卡托夫GRE 你们那个scholarship 是非常容易的 现在美国打仗 所以钱没多 所以她那个申请奖学金 没那么容易 张爱玲是拿到了奖学金 跟英国打仗 香港 太平洋战争 跟日本战 去不了 去不了英国 不能去英国留学了 这个是对她命运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巨大的转变 所以在1952年 1952年的时候 张爱玲在上海 才又写信 给英国的伦敦大学 说我不可不可以啊 到那里去 再把我的那个学业念完 因为我过去拿到你的奖学金啊 我没有去啊 英国这个人很有意思 她说可以的 但是据我们查证了一下 你在香港作文大学还没毕业啊 你是不是先到香港作文大学 再把这个预课念完 所以张爱玲在1952年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从上海去的香港 去的香港 这是一个老的源头了 那 香港打仗 去不成绩 英国 那么在战争过程当中呢 张爱玲发现了那个香港社会 那个香港人呢 是冷也好 热也好 活着就好 这么一个社会 香港呢 香港人是不谈爱情 这个是你们知道 但是她发现 一打仗 满街的人都结婚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每天都是 过去都是走到哪一站 算哪一站 不谈爱情的 一打仗说 这辈子就快完了 还没结过婚呢 于是就满街都冒着炮火 香港人在结婚 哇 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 所以 对她的触动非常大 对 她觉得人生的意义 人活这一辈子意义何在 爱情是什么 家庭是什么 财富是什么 这个 就对她后来写 倾城之恋 你们知道她的 成名之作 倾城之恋 才是我们重要的 1942年 张爱玲 从香港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之后 你们知道 这个上海 当时813日寇在上海打了仗 这个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孤岛 怎么叫孤岛 就是中国的东部的城市 东南沿海全部被占领 就是这个上海 你们知道 上海人了不起啊 这个你们别小看上海人 这个北方人容易看不起上海人 但是上海人很了不起 在抗日战争当中 大约只有中国的上海 东部沿海的城市 只有中国上海的所谓 就是从西藏中路开始 一直到外潭这一块 没有被日本人占领 这个部分叫做 他的名字 在晚清一直有一个名字 叫上海 叫上海国际居住地 那个不是个居 不是个租界 就是各国人 闲杂人的混住在其中 那个日本 打到上海之后 那个我们知道 这个 我们中文系孔庆东老师 他是东北人 哈宾人 每天以豪仿著称啊 这个东北人 这个豪仿英雄都不得了 三天日本人把东北占领 东北人最看不起上海人 上海人小家子气 但是813上海护送抗战 上海39路军 你们知道 上海军民是护送抗战 一寸一寸土都大 那个上海人不得了 你抢他一块面包 那个很难啊 所以就那块顶住了 所以上海那个叫孤岛时期 你们抗日战争 你们学习现代文学 将会学到这一块 叫孤岛 孤岛时期 整个的东南沿海 只有上海 这一块地方 巴张大到外滩 没有轮到日本人之手 那张爱玲的 回到上海 就回到哪里呢 回到了上海的孤岛 这一块地方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和他的姑姑 就住在这个 今天的那个淮海路的 这个地方 到了上海 住在这里 怎么办呢 过日子了 战争时期 开始写 开始给英文报纸写文章 写 张爱玲的 非常有意思的散文 上海谈吃啊 上海谈川啊 这个 中国人的宗教啊 这个就是写的非常漂亮的散文 那个英文报纸写 写 赚钱 那么 你们知道 抗战爆发以后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那个中国的作家 中国的现代文学 因为抗日战争啊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个 有才能的作家 要么跑到武汉 老帅他们 中华抗敌 中华 文协 跑到大后方 要么跑到沿 叮铃 他们这些人 要么 就不写了 封闭 不写了 要么 极少数 周作人 留在北京 那个 做汉奸了 那极少数 极少数 那个所以中国文坛 那是一片凋敝 就没有作家了 所以张爱玲的运气非常好 1942年 中国文坛就没有作家 没有人写小说 那个时候张爱玲 在个英文报纸写文章 他的家族呢 郊游盛广 他的父亲呢 是个遗少 就是蹄龙架鸟啊 就是不该会的 他都会 对这个原意啊 非常这个 有讲座 这个山水原意 认识一个 在这个上海 做原意非常好的 一个老 一个老头 那个老头呢 又认识 中国那个鸳鸯蝴蝶派的 这个开山人呢 周寿娟 这个周寿娟呢 他是苏武一代人 他对这个原意 非常感兴趣 结果经过 搞原意 这个老头介绍 这个张爱玲 年纪轻轻 张爱玲就拿了 他两篇小说 陈香榭 第一鲁 陈香榭 第二鲁 就拿给这个 周寿娟看 周寿娟当时 在办一个杂志 叫紫罗兰 那个 一些作品都不行 周寿娟 拿来这个 陈香榭 第一鲁香 第二鲁香 一看 哇 不得了 小说写了好极了 太好了 都不敢相信 这么一个女孩子 写出来 两篇小说 就同时发表 同时发表 一期发两篇 这个不得了 那么张爱玲 作为一个小说家呢 就是这样出没 这样出没 随后他就写了 这个 他的小说 这一系列 《心经》啊 封锁呀 等等 就是在那里出来 所以张爱玲出来 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一个现象 1942年上海 孤岛时期 中国作家 抗日战争 国破家 没有人在写小说 没有人在写小说 那个 《商女不知亡国恨》 何江游唱后庭花 这对中国文人来说 日扣来了 这个当然不写了 可张爱玲 从小就是在 《商女不知亡国恨》 何江游唱后庭花 他爸天天 从小都是摇头晃脑 给他说这个 他已经见怪不怪了 因为他是 怎么说 清朝的封疆大利 张爱玲那个国 已经亡了好几回了 所以他对这个事情 没什么感觉了 在那个香港 把香港的故事 移到上海来 所以 1943年 开始张爱玲在上海 抱得大美 抱得大美 一下子让中国文坛 非常震惊 不得不面对张爱玲 那个现象 当时非常著名的 有一个人 这个人以汛语的名义 汛语的这个笔名 写了一个文章 叫凭张爱玲的小说 他说张爱玲的小说 写得非常好 而且第一次 把张爱玲和鲁迅 抬到一起去了 就是说鲁这个金锁记 写的一个人 因为金钱 造成了心理变态 用那个金钱的这个枷锁 黄金的枷锁 批死了他的亲人 而且批死了他自己 这样一种声课 他说只有鲁迅 令人想起了鲁迅的狂日 很难想象 是一个女孩子写 这是表扬 第一次把他和鲁迅 提到一起了 接下来就开始批评 所以张爱玲的小说呢 都是写爱情 但是 写一个套子 你要学会了他以后呢 那个张爱玲的小说 是一个套子 学会了之后 按照这个公式啊 就可以写下去 技术主 张爱玲小说 最大的毛病是技术主 他说比如说 现在的那个连环套和十八春 他这个小说完全是一个套路 你写了前面 你要熟悉张爱玲小说 你要推 下边是什么 必然是这样 他是那个一套套子 所以张爱玲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作家 他必须杜绝这个技术主义 逊语什么人呢 傅磊 伟大的翻译家傅磊 这个文章一发表出来 你像张爱玲正式当红明镜 这个小姑娘 一看这个就 颇为不快 为什么不快呢 说到的时候都非常准确 非常准确 你看傅磊翻译 沙士比亚 不得了 所以一看看准了 所以 这个傅磊 对张爱玲的批评 张爱玲觉得非常的不受用 年轻气盛 发表篇文章 发表篇 回应文章 叫自己的文章 意思是 自己的文章 自己看得好 别人说不得 把这个傅磊讽刺一通 当然说的也很有道理 但是傅磊呢 对张爱玲打击不小 你们知道 那个连环炮 和十八春 没写下去 没写下去 张爱玲自我解嘱了 就说 天天给报纸写 写烦了 写累了 不愿意写了 但是实际上 你下边怎么写 他已经说到了 你会怎么写 那你怎么办 张爱玲不会写了 他已经这个傅磊很讨厌 最了不起的批评家 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看出来 这个作家 他会怎么写 你相信吗 就这作家写出来之后 比如说 我现在跟很多作家 是好朋友 于华是我的朋友 莫言是我的朋友 他写出来一个小说 我吹一吹 哎呀 我说这个于华 这个小说怎么写的 莫言的小说怎么写的 没关系 因为他已经这么写了 他就觉得 那余华 莫言很感谢我 咱们哥们 你吹我 假如他还没写出来 我说 按照他那个想法 莫言 余华 肯定下一步会是那么写 我这个文章发表出来 余华和莫言 都会拿棍子来敲我 所以你敲好吧 我说中了 我正要这么写 你一写出来 我还怎么写 所以 傅磊当时的张爱玲 就构成了这么一个 所以张爱玲在非常高的时候 是一个大明星的时候呢 遇到了傅雷对他的批评 而恰恰于在这个时候 张爱玲的小说被另外一个人所欣赏 这个人呢 跟我们北大有一点关系 这个人呢 是浙江啊 呃 陈州人 绍兴附近 卢兴的老乡 这个人在 不跟北大有关系 跟燕京大学有关系 跟我们的校园有关系 他是燕京大学 做过燕京大学副校长办公室的超解员 这个 你们不要看不起这个北大的校工啊 北大校工经常出委 这个人 这个人叫胡兰成 他这个原来在办报纸 和一开始年轻时代是做过这个校工 办报纸后来这个办报纸就被汪精卫看上了 你们知道当时中国已经分为好几块政权了 中华民国在重庆 对吧 蒋委员长在重庆 毛主席在延安 溥仪 还有一个满洲国 在东北 华北还有个维持会 南京 中华民国的国都南京被谁占了 汪精卫 成立一个伪政权 那么汪精卫就委任这个湖南城啊 做 他那个时候叫中华民国呀 这个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宣传部的次长 也就是中华民国宣传部的副部长 中华日报的总组笔 张爱玲正颇受打击的时候 诶 湖南城 看到他的小说 看到他的小说还专门从张爱玲的朋友打听到他的地址 来拜访他 那个湖南城比张爱玲大21岁 张爱玲虽然是个天才 从小就是一个天才 但是什么样的天才 华丽的袍子上爬满了狮子 就是他不会给人打交道 一个21岁的这个湖南城 花言巧语 不 比他大21岁 湖南城 花言巧语的 就两个人相谈圣欢 那么湖南城就 同时写了片本章 就是以他这么高的地位 当然不是用真名了 写了一篇文章来吹捧 或者说来表扬张爱玲 在这篇文章当中 他第一次把张爱玲和鲁迅并驾齐驱了 就是说中国文坛上只有两个伟人 一个是鲁迅 再一个是张爱玲 鲁迅非常冤枉 鲁迅是好人坏人 都说他是好人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 所以 说张爱玲 这么年纪轻轻 就能够把世界上的事 看得这么透彻 只有鲁迅才具有这样的功力 所以那个张爱玲 就觉得湖南城 的确是他的知音 两个人呢 这个湖南城是颇有一点才能 这个古诗词的造诣不错 张爱玲是在一个贵族之家长大 当然这个也心高气盛看不起别人 可是这个湖南城 我严谨大学的抄写员 这个就两个人经常在一块念一个诗经啊 找出一句来两个人谈感想 这个好像是红袖天香对义书 非常的和谐 而且当时在乱世当中 两个人在一块念书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境界 所以后来那个湖南城就跟张爱玲私定终身 由这个颜英来做证人 写了一个 自己写了一个婚约 说两个人结婚 愿这个县世安宁 岁月美好 这个岁月静好 县世安宁 你这些同学记得很清楚 那么两人结婚之后 情况就不妙 这个日本鬼子不行 所以这个湖南城呢 要准备这个透露 这个张爱玲还很浪漫 你看张爱玲的确是一个 愚蠢的天才 他就跟这个湖南城说 你将来呢 要逃跑 逃跑呢 你就改名叫张叛 那个时候呢 就像牛郎之女一样 搁着银河呢 我还在这牵挂着你 所以这个湖南城就抗战胜利以后 就逃跑 逃跑之后就改名叫张嘉义 张嘉义 这个逃到浙江去躲着 先到武汉 后来到浙江躲着 躲着 这个湖南城这个人呢 是个处处留情的人 张爱玲这个人呢 的确是一个傻子的天才 他就非常爱这个湖南城 结果后来 两个人经常过去聊天的时候 经常说中国古人的那个 婚姻和爱情的境界是很高的 因为 我们现代人都知道恩格斯的一句话 叫没有爱情的婚姻 都是不道德的 张爱玲在《新经》里很年轻 写了一句话 叫做所有有爱情的婚姻都是痛苦的 正跟恩格斯的句话反着的 所以说我们古人有很多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他把爱情和婚姻分得很清楚 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婚姻 两个人过去一块聊天的时候呢 觉得这个很潇洒 但是后来张爱玲发现 那个湖南城处处留情 歉意思迁 在这个逃难期间 在东躲西藏 这个国民政府通缉他 这个是这个药犯 著名的汉奸 应该捉进去了 他还这个走到哪里 就去随便找一个女朋友 张爱玲去跑到浙江 他躲藏的地方 给他送钱去的时候 发现他呢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张爱玲说 我们说好的是县世安宁 你这是不是不叫我安宁吗 于是两个人非常痛苦之后 这个张爱玲和湖南城分手 张爱玲和湖南城分手 这一个事情对张爱玲一辈子影响都很大 你们知道 这个湖南城算把张爱玲 从我们从从我这个俗人的角度来看 算把张爱玲害苦了 因为张爱玲并没有做过汉奸 并没有做过汉奸 那个大东亚文学者协会 邀请他做代表 去开会张爱玲专门写了一个帖子 说仅此就两个字不去 而且他念念不忘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他跟湖南城这个事 他一辈子就洗不太清楚了 再加上因为有这样一件事 张爱玲本来是不会给人打交道的人 从此以后就更加不会给人打交道 所以这也是促成了1952年 张爱玲将错就错 就跑到了就离开中国 跑到香港去的原因 因为1952年一看那个形势 所有的女作家 你看丁玲 丁玲是延安老干部 虽然是上海的这个明星式的作家 跟他比他成名还早啊 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延安老干部了 江青虽然是上海的女演员 但是也已经是红色干部了 你看你张爱玲是什么 那个人不人鬼不鬼 跟湖南城有这样关系 只好远走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这影响张爱玲后来结婚 张爱玲一辈子结两次婚 第二次结婚 嫁给一个美国的铁杆的马克思主义者 赖亚 所以张爱玲后来的这个丈夫 是美国非常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戏剧家 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 所以赖亚她的丈夫赖亚就认为 张爱玲每天看的是垃圾 写的也是垃圾 但两个人那个非常好 非常和谐 那个所以这个是 1950年 张爱玲应下眼的邀请 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诞会 参加第一届文诞会的时候 这个印象给大家留的非常的深 那时候实行穿列宁装 张爱玲独有这个人 穿着一个这个旗袍 又穿了一个网眼的毛衣 是一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 好像高好 其实很孤立 当时的情况下非常孤立 虽然张爱玲也曾经干过很多好事 比如说他跟万象杂志关系很不错 万象杂志的主编可灵 当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被日本人捉进去以后 这个张爱玲很想办法 怎么去搭救他 这个很古道热场的一个人 但是1952年 他就给伦敦大学写信说 可不可以继续学业 那么根据伦敦大学的这个安排 1952年张爱玲就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去 那么瞎眼就觉得非常非常遗憾 本来准备安排他做一个编剧 去写电影 到了香港以后呢 张爱玲生活比较没办法 到香港是一个金钱的世界 在那个情况下呢 他就到香港美国联络处工作 当时美国联络处给他一个计划 给他一个提纲 写作提纲 写作大纲 按照这样一个写作提纲 让他写两本长篇小说 那么张爱玲就只好为了钱嘛 就为了这个过日子嘛 就按照这个提纲写了两个长篇小说 一个叫赤地之恋 一个叫央歌 是写大陆的土改 因为张爱玲对这个一点都不知道 一点都不知道 那完全按照这个提纲写 张爱玲自己说那句 就是写的是垃圾 但是没办法 当时为了钱 那么从那以后 张爱玲去了美国 一开始在美国非常非常的惨 住在旧市军提供的一个 就是难民营里边 后来这个去一个写作计划 认识了胡适 去了一个写作计划 而胡适也非常落魄 那么 这个写作计划当中认识到他后来的丈夫赖呀 那么张爱玲后来就是在美国这样度过了 他的一生 他的晚年赶上了他自己的这个突然 报的大名 先是在台湾 台湾皇冠出版社 把张爱玲所有的作品收集起来出了张爱玲全集 那台湾一个爱好者 研究张爱玲的爱好者 专门要来这个看望他 张爱玲先是不见 他说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是每一直都是中午起床 晚上两点多才睡觉 所以不好见 而且身体不好 那么后来架不住这个人 反复的要求 要求了三次 见到了张爱玲 而是这个老太太 依然这个穿的这个非常中式的那个旗袍 头发是卷的 满头白发 一口精白 给他这个谈小说谈世事 谈得非常好 联合五杯咖啡 谈到午夜 张爱玲总是说 我这一辈子看月亮的时间总是比别人多 因为我是跟月亮的作息时间差不多的 月亮出来我起来干活 月亮落下去我睡觉了 那所以他也赶上了他自己的鲍德大名 鲍德大名 1992年在美国去世 这是张爱玲的一生很奇怪的故事和他的经历 在美国他干了一件 请其全力干了一件事 就是叫定了1894年中国上海出版的一个长篇小说 海山花烈传 海山花烈传的作者叫韩邦庆 韩紫云 这个人也是英年早逝活了39岁 赵爱玲一辈子最喜欢两部书 一部《红楼梦》 赵爱玲的语言全部是曹野秦史的 《红楼梦》是的 第二部书是海山花烈传 赵爱玲小说里的情节和结构都是从海山花烈传来的 他是两部书打天下 因为你们可能就没有看过海山花烈传 看过海山花烈传的人又非常少 所以海山花烈传就跟线断了 所以你们看赵爱玲的小说非常非常新鲜 觉得非常非常奇怪 写得真的好 但是赵爱玲小说的爱情故事的套子和结构 《海山花烈传》里几乎全都有 赵爱玲到了晚年在美国百无聊赖 终于自己把这个谜底揭开 他来做两件了不起的工作 一件是把海山花烈传翻成英文 还有一件是把海山花烈传的对白翻译成白话汉语 怎么叫把对白翻译成白话汉语呢 海山花烈传这个书非常奇怪 他的所有的描写 海山花烈传所有的描写都是现代汉语白话 但是所有的人物对话全部是苏白 就是吴江苏州方言 所以他有点像我们今天看赵本山市的小品 一看那个里边有一个人说普通话在那里串 但是这个赵本山出来都是东北话 有点像那个上海的有那个电视剧 就是他那个人讲上海话 人物全部都讲上海话 因此我们今天看起来不是上海人 不是苏州人看起来就有点困难 张爱玲呢就做了另外一个功德无量的事 就把这个他所有人物对话的那个苏州话呀 都改成了现代白话 你想想看这个小说 经过张爱玲这个手笔再把它变成一个一个普通话 那么这个小说的价值 现在看来这个小说在台湾有那个张爱玲叫定过的 改过来的那个本子 好看极了 就是这个小说经过张爱玲这么一弄 他的他的水平已经不在红楼梦之下 可惜你们中文系也没看到 这个小说看过吗 哎就在看有意思 一看张爱玲的那个对白 改过对白就更加有意思 哎这个是这个张爱玲晚年做的工作 所以我说张爱玲晚年他接触一个包袱来 就是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海上花列传呢 因为他的小说的结构和爱情故事的模子 这个是从这个海上花列传来 所以在讲张爱玲的爱情小说之前 我先说从他这个包袱说起 你张爱玲一辈子就谈过一次恋爱 就跟湖南城还遇人不输 而且所有的非常好的爱情小说 都是谈恋爱之前写的 一个完全没有恋爱经验的人 怎么能够把那个爱情写的如此如火如荼 缠绵匪彻 你说没说他是天才 他是天才 不是不是天才 他小的时候把那个海上花列传看的烂熟快背下来了 他《红楼梦》能背的这个人记忆力惊人 所以有那个东西在他写的那个小说来 那是德行英手 所以《红楼梦》后来就半开玩笑说 所以我们中国祖宗不得了啊 他现代文学有什么成绩啊 现代文学才那么几十年了 他当时还不知道当代文学了 现代文学有什么成绩才那么几十年 我们祖先五千年轰轰烈烈 什么东西没有啊 所以现代文学没必要吹成那样 这是因为夏日清写了小说史之后给了他六十二页篇幅 把他吹的有一点心里发毛 所以张爱玲就解嘲说这也没什么成绩不算什么的 后来张爱玲也看了中国大陆的商口文学 哎呀他说这太差了 他说这个这个中国人现在终于就不会写情了 不会写爱情了 他说你看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这就叫爱情吗 那个的确 他说实际上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情小说的模式绝大多数是从欧洲小说里超来 欧洲小说的爱情是什么呢 是在一个因夫一妻的家庭当中为了围绕着财产而进行的求爱和拒绝的活动 我们看那个英国的小说 我们看英国的那个奥斯林 这个是爱情小说之父 爱和拒绝小说之母 之父说多了 所以这个真理作家 他所有的小说 你们看 Pride and Prejudice 是吧 傲慢与偏见 还有那个 Sensibility 是吧 那个叫什么 理智与情感 这些东西都是 这个男的 这个女的 挖空了心思要加一笔财产 这个男的挖空了心思要扼他一笔财产 整个的小说的爱情求爱和拒绝的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些一个财产 一笔一妻小小家庭建立下 对吧 那个 那么这是一种欧多小说 还有一种欧多小说就是说 呃 这个故事差不多就是说 啊 表面上 是说这个一笔一妻制的家庭 是建立在自愿的恋爱自由自愿的基础上 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但是这样的一个建立在自愿的契约的婚约的基础上的爱情 它非常不牢靠 那个背后有很多的欲望啊 呃 什么什么之类 现代的婚姻制度 建立在婚约 表面上看是建立在婚约基础上 但实际上建立在财产基础上 在欧洲 这个 这样的一个建立在婚约的基础上 或者说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那个 婚姻 表面上看是自愿的 但是他也是最不稳定的 就是那结婚是自由的 同时离婚也是自由的 我们今天就更加自由了 其实 婚前要财产公正 啊 以便散伙的时候 个人拿着个人走 那个是这个现代婚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夫妻两个 就 为什么 在那里 坚持着 不离婚呢 是因为财产的原因 所以这个家庭本身的 一夫一妻一妻制的这个 现代家庭本身的那个 压抑的内化 就出现了啊 就出现了 所以就出现了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 安娜 卡雷妮娜 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视剧 什么空镜子 一生叹息等等 这类 全部 就是这个现代社会的压抑 完全内化到那个家庭里去 啊 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 所知道的那个爱情的小说 要么就是 呃 这样 我都是的 对于 那个张爱玲的意思是说 中国传统的那个爱情的那个世界 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已经非常非常陌生了 非常非常陌生 呃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再讲 所以我本来呢 不想讲这个张爱玲 因为太时髦了 今天中国文坛上最大红大紫的人 第一大红大紫 这个系里开这个课 拿来单子 我一看 哎 怎么竟然没有张爱玲 所以我就迫不得已赶了这个时髦 就讲一讲张爱玲 讲一讲爱情 本来不适合我讲 应该代计划老实讲 那个 恩格斯有一句话 对于我们那个小说 写爱情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 所有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 都是不到的 八十年代 女作家张杰写 爱是不能忘记的时候 他就把恩格斯这个话 写在前面 对我们影响很大 张爱玲在心经当中有一句话 跟恩格斯这个 反正 所有有爱情的婚姻都是痛苦的 一个是 我们是说恩格斯那个路子下来 欧洲的 西洋的路子下来 所有的 没有爱情的婚姻都是不到的 这当然是这这句是真理 第二句张爱玲也是真理 所有有爱情的婚姻都是痛苦的 这也是真理 所以 一个人能说出一句真理来不容易 你张爱玲的小说 爱情小说的一个 一点 一个重要的一点 我们理解张爱玲小说的爱情小说重要一点 是这样一句话 心经里的一句话 我认为就是 所有的有爱情的婚姻都是痛苦的 这是一面 另外一面 我们今天的这个写爱情的这个作家啊 那就是 忙了劲的写爱情 或者忙了劲的不写爱情 写不谈爱情 小说的题目吧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小说的题目吧 就是80年代是玩命的谈爱情 所有的都是爱情 90年代是不谈爱情 所有的都是过日子 在林不是这样 在林的小说表面上看都是写爱情 但是在爱情背后 有他对于家 对于持家过日子 对于那个过日子的生活的那个 底色打底 在这个家之后 又有他对于国 对于山河 的这个 想法来打底 所以爱加国 这个是张爱玲小说一步步往后推 你看他的力量在这 所以我看我们怎么理解张爱玲的那个 小说和爱情小说的力量呢 我觉得一个 张爱玲一句话 所有有爱情的婚姻都是痛苦的 他的小说写了他的痛苦 这个痛苦是对爱的痛苦 也是对家的痛苦 对于国的痛苦 所以张爱玲 他那个小说就 还有力量写的 嗯 我们看那个 他跟这个 海上花列传的联系 那个海上花列传 那个小说我们今天来一看就不好理解 那个小说呢 是写的一个那个 上海的这个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国际居住区的一个高等妓院 而是长三疏狱 那么高等妓院一些妓女和那个嫖客之间的关系 一看我们一看这个里面怎么会有爱情呢 因为张爱玲说我们今天的人不理解 张爱玲讲出理由呢 第一说在当时中国都是包办婚姻呢 这个男人和女性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那个见的第一个女性就是他父母给他指定的那个 那个那个配偶 那么他只有在这样的场合 他才能进行公开的社交活动 那个时候他会认识一些女性 第二个那个所谓长三疏狱这样高等的妓院 本身并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妓院 它是中国异计传统的一个发展 异计传统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呢 这是很干净的地方 所以那个地方是容易可以产生爱情 而张爱玲他里边写的爱情比较 有意思的有很多 他写的比较散了几对 其中比较有趣的是 王连生一个洋务官 他跟一个叫沈小红的 那个关系非常好 而这个沈小红呢 他们俩的恋爱观就非常奇怪 就是 王连生怕沈小红 沈小红呢 这个见了王连生就是嬉笑怒霸 所以王连生呢 很爱沈小红 每天被他戏落之后 突然就想一招来 说准备拿住这个沈小红 怎么办呢 他就去另找一个 Supplement 就是我们这个 卢梭一句话叫Supplement 叫艾米尔当中的句话 就是补充 另找一个 另找一个叫张素贞 找这个人呢 来刺激一下沈小红 说你看 你每天对我这么稀小动 你看张素贞这么喜欢我 所以没想到 他找到了张素贞 被沈小红知道 结果这个沈小红呢 就大怒 沈小红于是又去找了一个京剧武生 王连生发现以后更加醋谈子大番 于是决定跟这个张素贞结婚 跟张素贞结婚 张素贞主明的人 他知道王连生其实深深的爱着这个 沈小红于是就想怎么能拴住王连生 就说你虽然跟我结婚了 你还是可以到十小红那里经常走动走动 这王连生于是巴不得这事儿 于是就继续到十小红那里走动 一走动二走动 竟然两个人又好的一个头 最后突然发现张素贞又找了一个武生 于是这个小说就是这样一个连环套式的爱情完全非理性 就是你一个有目的的执着的爱最后产生了一系列 你没有想到的结果 你看张素贞的陈香蟹第一炉香 那个结构怎么来的 陈香蟹第一炉香就是那个葛卫龙 在乔西乔和卢兆林之间 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和他姨妈 就是这个关系套过来的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套过来的 我们看红玫瑰白玫瑰 那个同宝 是吧和那个娇蕊 最后画了一个位置 娇蕊是一个彻底看开了的人 小说的开头 他跟同宝只不过是勾引勾引他 快活快活 结果同宝呢 一下子被他勾引了之后 没想到这个娇蕊竟然头一次认真了 这个同宝吓坏了 之后他要撤 最后两个人离开 多年之后两个人再相遇 发现他们两个人整个到了一个个 就是娇蕊成为一个原来的同宝 就是老老实实过日子 嫁一个人生两个孩子 而同宝后来因为这一挫折变得看开了 花天酒地每天 红玫瑰白玫瑰 这个故事套子拿来的 这里来的 而我再举个例子 海上话列传当中写了一个坏蛋 这个人叫洪扇青 那个人是后部之线 他每天他不但是一个长三术语的客人 而且他在里头拉皮条 经常帮助去敲诈别人的银钱 典型的这个坏蛋 黑社会原型 可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关键时刻 往往挺身而出表现的非常豪侠仗义 对于那些弱小的妓女 他往往能表现出来 他挺够哥们 往往是替这些弱小的这个妓女打爆品 这样的一个人物原型 这样的一个坏蛋 完全不知道什么 就是能也好热也好赚钱就好的 这么一个人 竟然是最后是一个很有情谊的这样的一个原型 对于我们后来香港 那些著名的 你们熟悉的原型电影 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们都熟悉的甜蜜蜜 里面那个豹哥 熟悉不熟悉这个人 这个人是 什么志伟 叫什么志伟 曾志伟严 这个人就是那个洪扇青的原型 洪扇青的原型 所以 那个爱情的结构 甜蜜的爱情结构 也是从 他说是从赵爱玲小说里来的 实际上赵爱玲小说哪来的 海上话略所来的 海上话略所来的 所以赵爱玲说 我们去看唐诗颂词 几千年以前写的 好像今天打开了一看 就是好像为我写的一样 欧洲人太理性 我们看太太尼克浩 看那个 人鬼未了情 我看了之后 是人鬼情未了是吧 我看了以后我也要笑 我说这个就是爱情 太简单了 那个赵爱玲小说里 那个爱情那简直是复杂 连环套 那个爱情是个非理性的东西 那个所以江山如此多情啊 是中国真是一个多情的民族 你看这个赵爱玲的小说里写的那么多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每一个爱情都是很奇怪啊 每个爱情都是很奇怪 那么他的小说第一篇成名作 陈香谢第一炉香 第一炉香发在第二炉香前面 第一炉香就讽刺英国是个爱情 你们记得第二炉香的开头 是这个主人公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在看马盖尔尼访华的材料 看英国人的马盖尔尼访华1793年 这是英国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文化冲击 当时英国人认为看不起中国人 马盖尔尼认为这中国人 又不会握手 又不会开会 又不会签字 又不会签订不平等条约 那个建了让你下跪 中国这套礼仪完全是愚蠢 对吧 就中国人既不会言谈 也不会书写 待人接物非常差 这是马盖尔尼访华的一个 对中国的印象吧 中国人既说不清楚 也写不明白 于是只能揍他一顿 揍他一顿之后 他就会给你围着一个圆桌开会 完了之后会给你写上不平等条约了 会签字了会写契约了 你不揍他 他那套礼仪不可理 那我们今天也都学会了 他开头就是个讽刺 马盖尔尼访华的材料 他在看 突然听到有人讲了一个香港的笑话 说香港 有那么一个中大有那么一个教授 是个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的 这个学奸 这是都学 系主任 这个人 这个人到了四十岁还没结婚 于是就找了个老老实实在英国长大的 一个女孩叫苏西来结婚 小说后边就全部变成搞笑 这个搞笑就是这个 这 苏西呢 根本不知道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 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就跑了 于是就跑到校长那里告他丈夫 对他耍流氓 于是全体的学生群情激愤 就要求开除这个系主任 这系主任觉得我这一辈子招谁惹谁 好不容易娶了一媳妇 正准备好不容易最后 两人劝好了 校长来通知他 说您这样的人 结婚的头一天晚上就耍流氓 这个呢 就绝对不可以当系主任了 于是开除了 占领这个讽刺的小说说 英国人 英国的新教 英国那个苛刻的男女关系 没有爱情的婚姻 都是不道德的 当然是真理 但是爱情就是这个 爱情复杂的 第一篇就是表达了对于 现代爱情观念的一个讽则 再来一句话 中国人了不起的地方 上海灵最爱催中国人 他的英文最好 而且最爱催中国人 所以他英文好 又深在 深在美国 所以他特别爱催中国人 就深得美籍华人的欢心 深得香港的欢心 又深得台湾的欢心 台湾香港美国的心态 都是穿着绿卡 坐在彼岸 眺望伟大祖国的心态 所以 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最 所以 华中生投入馆最全的中国作家的材料 就是张爱玲 所有的张爱玲最全 所有的你找一个华侨你来跟他聊聊 一会儿你学什么中文的 你是搞张爱玲的 他们知道张爱玲 鲁学什么不知道 所以 张爱玲的这个 崔中国人有一句话 说到点上 说中国人对于世界呀 有一种看破之后的殖民 这是张爱玲的一句名言 怎么叫看破之后的殖民呢 他先说爱情 他说 指子之手与子相悦 这是我们古代他爱情的一句话 是天老地荒 要跟你那个终身相守 他说但是 现代世界哪有这种事啊 可是中国人偏偏要 这样拉住你的手说 我爱你什么 直到如何如何 你看那个香港的那个 甜蜜蜜那个故事 基本上是张爱玲这个 这句话的翻版 两个人 在香港遇上 两个人爱了一下 最后发现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 每天吃和拉撒要过日子 于是各奔东西 没有爱情了吗 外国人一看你看你中国人怎么这么简单 中国人爱的那样突然为了一个绿卡 突然到美国去了 原来男朋友不要了 这人没有爱情 多年多年之后 两个人又在纽约街头碰到 邓一军死了 突然那个爱情又出来了 天老地方是爱情 就看破之后的执迷 这是对爱情 对爱情看破了 看破了就看破了 之后执迷 在你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对爱情 家 国这种东西看破了 对吗 这个清朝的封疆大吏的 外孙女 孙女 鲁迅也是这样 鲁迅是 祖父是汉林 你跟鲁迅说 有从小康人家 多如困着呢 你就看到人世的真面目 看破了 但是看破了之后 如果我们认为 张爱玲是一个不谈爱情 冷也好热也好 活着就好 那张爱玲就成了卫会了 你们今天去看 卫会啊 绵绵啊 池里啊 方方啊 方方好一点 池里差一点 但是差不多了 就是卫会绵绵池里啊 等等这样一些人 她就不是王爱玲了 中国女作家当中最像张爱玲的 就是王爱玲 所以我跟王爱玲说 我说你最像张爱玲 王爱玲非常不高兴 说我总比张爱玲写的要好吧 不我说你还有更不谦虚的人 为什么王爱玲也是这样 王爱玲写爱情被看破了 写家看破了 写国看破了 看破了之后你看他的背后 他是对于家国爱情的最强烈的执迷 看破之后的执迷 所以在抗日战争打到最困难的时候 所有的人认为张爱玲可能是个卖国贼的时候 战争写过一个小说 一个散文叫中国的日月 是他自己买小菜 已经从那个平头百姓在街上走 买小菜路上看着这个补丁的天下 中国人穿着那个补丁的衣服补补丁丁 走在补丁的国土上 突然听到 谁家老百姓的戏匣子里放声曲 这个声曲里就唱 武庚三十报小兴文武百官上朝廷 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 文官只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 张爱玲说 你看这让人想起太平时光 午后的庭院里的太阳都是安宁的 你想想看张爱玲在这个小女子的文章 爱情啊不谈爱情啊这个背后是什么 中国还不是家国天下起破天下起破 所以你看他看破以后 什么家什么国什么爱情都没有看破以后 是最大的执迷 我们所能想象的那个国就是这个国 我们想象的家就是这个家 我们想象的爱情就是那个爱情 张爱玲说这算什么爱情 他仅仅是说这算什么爱情 这算什么家 这算什么国 但是他的意思说不是说没有爱情 没有家没有国 他要的是一个更高更大更强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在他的小说的背后 这是张爱玲那个特别有力量的地方 特别有力量的地方 这是 所以说 你们也千万不要把张爱玲当小资 张爱玲不是一个小资 他只是被误解了 张爱玲说不谈这个 不是说不要 张爱玲看破了这个 并不是说他不执迷这个 最大的执迷 是看破了以后的执迷 这个是二十几岁 对张爱玲的达到的境界 所以从这点来看 那个张爱玲是 的确是非常杰出的一个作家 说一下这个张爱玲的 张爱玲热 那么张爱玲热呢 在我们的学术界 在我们的那个现代文学 我们搞现代文学的人都知道 一个张爱玲一个陈中书 这两个人呢 的确是应该 拜 夏之清之词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的那个文学史 就王阳先生 唐涛先生的文学史 就没有写他们俩 没有写他们俩 那个 夏之清分别为这两个人列了专章 列了专章 夏之清的文学史当中 没有写的人 或者写的比较差的一个人 是矛盾 他认为矛盾很差 张爱玲和钱中书非常好 所以那个 我们今天的那个张爱玲神话 和钱中中神话的 首先是由夏之清发端的 当然 不论是钱中书 还是张爱玲 这两个人的确都是非常有重量级的人物 所以我们今天 在知识分子当中经常会看到很多伪钱中书 就是他根本不是钱中书 但是他就每天装作钱中书的样子 那钱中书 活着呢 会很可看很可笑 作家当中有很多张爱 伪张爱玲 张爱玲能把张爱玲气坏了 这两个人当然是有重量的 但是把矛盾开除出去 这个是夏之清非常典型的那个意识形态的观点 我们今天看矛盾的子叶 啊 那个矛盾的子叶里那些人物 我们今天都可以对号入座 徐曼利 图维月 工会主席图维月 对吧 怎么帮助政府镇压工人的图维月 高级小计划 徐曼利 每天帮着资本家拎包的经济学家 那个经济学家叫什么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是 经常会看到是满街 图维月 遍地 徐曼利的时候 一个子叶被开除出去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 意识形态 是在矛盾依然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作家 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这个课 有没有呢 是来讲矛盾 讲或者子叶 因为我觉得这个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 那个在灵热 从那个 台湾起来 是台湾皇冠出版社 先出了这个扎爱玲的文集 之后波及到香港 又从港台随着港台文化进入 来进入到中国大陆 来进入到中国大陆 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实际上就是说 表达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或者是我们那个中国的文化的认同 因为文化在现代社会里 那个文化的认同是非常非常重要 还不仅仅是国家的认同 国家 我们都中国人了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了 国家在现在 那个力量 已经很大程度上转化为一种经济的力量 和文化的力量 而张爱玲呢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她是两岸三地都能认同的一个作家 都能认同的一个作家 认同什么呢 两岸三地往往把张爱玲 除了我说她有站在台湾 站在美国 她说中国好 中国好的不得了 就传统中国好的不得了 这一点以外 还认同了一点 就是张爱玲的三个看破 看破 看破 对于情的看破 对于家的看破 对于国的看破 这个在海外华人当中 是很有 共鸣的 你身在台湾 你一败退到台湾去了 你身在香港 你身在美国 你只能看破 情啊 父母情 儿女情 我们现在出国去留学 留学五年 你必然喜欢张爱玲 那个时候 你还讲什么父母情啊 你五年没拿到绿卡 你很难回国啊 你爸 你妈就随她去了 那个情不看破 怎么办 家呀国呀 看破 看破以后干嘛呢 过日子 所以说你在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最近的电影作品当中 你会看到台湾台北街头的小吃滩 侯小贤的电影 那个香港街头的小吃滩 大陆北京街头小吃滩一排排排过去 张爱玲说中国人哎呦会吃啊 喉咙梦当中那个菜单子一排一排排下去 张爱玲后边有句话 为什么排下去 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两岸三地 大家的文化认同 中国东方认同 认同一个什么字 认同一个过日子啊 都要过日子吧 都要搞小康社会吧 都要吃嘛 所以冷也好热也好 活着就好 这是最后我们的认同 但是张爱玲后头有一句 喉咙梦为什么 这个吃的东西一桌一桌排下去 对那些人间的享受 怎么那么细致 是因为空虚 中国人失落了一个东西 所以他空虚 他又用这一桌一桌子的菜来填补 仔细的写菜的名字和衣服的样子 是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空虚和不满足 是张爱玲中国人宗教里说的 那个空虚不满足什么 家 国 爱情 还是这个东西 所以张爱玲那个小说呢 张爱玲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 是被我们误解的一个作家 对当代被当代误解的一个作家 他的误解表现为 我们认为 喂 张爱玲这个人会吃 张爱玲这个人会穿 张爱玲这个人活着潇洒 他国呀家呀情啊都看破了 张爱玲是一个女王朔 钱中书这个有文化的王朔 他就看透了 不是这样 恰恰是通过我们今天大陆的王朔的眼睛 是很难理解张爱玲和钱中书的 王朔是什么 是个混混 当然王朔这个我也跟他很熟了 这个但实际上他就是个混混 怎么学也学不像 张爱玲钱中书什么人 完全不一样 张爱玲钱中书的那个痛苦王朔 是永远是学不到的 张爱玲钱中书一生下来的痛苦 就是中国的痛苦 中国由一个天朝一下堕落为 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挨揍 在他们生活的这一段时间 留学的这段时间里 在英国钱中书在英国留学 后来回到中国战乱逃乱 跑到西南联大又跑回上海 在这样的一个颠沛流离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中国从一个世界的中心 天朝 之后堕落为一个 这个在这个世界上的混混 他们由一个活着舒服服服的一个人 堕落为 这个也是几乎成为这个世界上的混混 就是破冒遮烟 郭闹是漏船再久 范中流 前中书和 他说 张爱玲的作品当中 无论他如何查可打混 还是好一个痛子了得 那个是他带的 生来就是如此 所以痛苦是他们小 他们作品的一个主题 当然不是像鲁迅那样 一看就是非常痛苦 那个张爱玲前中书是你越看 看进去之后你感到那个痛苦 那个失落的痛苦 王硕是什么 王硕本来就是个混混 他是学着痛苦 最近一段时间开始去玩的就是心跳之后 就开始学怎么怎么痛苦 他那个痛苦是得抽了点大麻之后 我搞得痛苦了 那个卫会绵绵什么痛苦 也有一点痛苦 什么痛苦呢 那个现在社会里 我没事找事 可能有一点痛苦 他不像前中书张爱玲一样 他是满身心带着 就是中华民族的窗上 这个前中书和张爱玲 其实特别是张爱玲 所以叫我说海峡两岸 两岸三地 中国人的那个文化认同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两岸三地 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中国人 都因为都经历了 现在中国的风雨沧桑 都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痛苦的结局 所以那个现在的创伤和灾难 把这三地结合起来 除非我们两岸三地 在文化当中都读懂了 我们现在中国所经历的那些痛苦和灾难 没法达到一个文化认同 光凭吃上海本帮菜 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 那个中国现代文学啊 夏之清还是有一点是对的 就是中国现代文学 他说他的特点 是感识一点 感识 对于那个世事的变迁呢 有所感 痛心疾首 有的是 有的是插磕打魂 有的是嬉笑怒骂 那个世界 现代世界对中国来说变化太快了 变化太举烈了 感识 还有一个忧国 在忧国 那夏之清说 又一点很不妥 说中国作家 的缺点就在于过于感识忧国 所以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作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太感识太忧国就很难仔细的去写人性 人性是个什么东西呢 赛爱玲说 如果有狗的世界 他一定会觉得人的世界的最可笑的东西叫人性 人性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现代中国的人性是什么呢 是感识忧国 因为中国变化太快 国家不断的变化和那个 好不容易才建立起这么一个国家来 所以我每一个现代作家 他的重量和他的价值 从鲁迅开始 他的价值就在这个感识忧国 你把这个取消了 那个现代文学就没有了 现代文学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理解那个现代文学 那个他的痛苦的根源所在 也是我觉得我们误解赛爱玲 我觉得最近的确是存在着 对赛爱玲很强烈的误解 把赛爱玲认为她是一个看破了的女王座 或者说是未惠绵绵的祖宗 这个是显然 我觉得是误解 你们再读一下赛爱玲的小说 也会有这样的看法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